慈濟的物資發放 彷彿是正上的大日子 活動還沒開始 已經大排成龍 每戶家庭都能領到 16公斤的大米 還有1公升的食用油 這也是慈濟首次 和仰光社會福利部合作 部長還特別帶著夫人 參與發放 道榜鎮有七成以上的居民 以打零工為生 沿著河岸所建的鐵皮屋 全是偉賬建築物 生活大受疫情影響 三餐溫飽都成問題 一句感謝道盡心酸 此刻不用再為下一餐煩惱 也是生活中難得的小確幸 大愛新聞 加上美志工 陳永華 畢松 敏度 緬甸報導 展展